韩国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慧 Day Highly 今17日官宣称为乐天桃园旗下专属啦啦队乐天女孩 Recruiting Girls 的第八位新成员 消息曝光后火速引发球迷热意称赞 今年最大咖扬将补强 李多慧成为台湾职棒啦啦队的一员IG粉丝数开始上升 即将突破60万大关 他也不断转发粉丝们标记他的现实动态 同时发出三张穿着乐天女孩制服的照片 他表示终于可以回答许多人的疑问 我在这个赛季将在台湾乐天桃园活动 李多慧透露他是在去年12月收到来自乐天桃园队的提议 他表示在当啦啦队的时候知道机会是多么得来不易 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 也强调既然做出如此不容易的决定 他将以这个机会为契机 多看多学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希望大家能用温暖的视线关注他 李多慧贴文目前已累积8.2万个赞底下 已出现许多中文留言 我最喜欢的韩国啦啦队员居然要来台湾太开心了 乐天总冠军这外援补的精湛 其中也包含女神灵香回应三颗爱心 对于李多慧加入乐天啦啦队引起高话题 许多网友热议到底他的加入是什么层级 名嘴 人渣文本 周伟航便在脸书发文表示 乐天请到李多慧的意义在于上周在讲台湾啦啦队的时候 总有人说台湾这种啦啦队还不是最顶啦 还看不到李多慧的车尾灯啦 然后乐天就把整台车签来 该发文也引起网友共鸣认为周伟航讲到痛点 毕竟李多慧在韩国啦啦队借人气红到惊人 连场编音员影片都曾有349万次的点阅 就可以知道李多慧热潮有多狂 而也有网友留言表示 乐天签下李多慧就等同于签到大鼓祥评一样 事实上李多慧在韩国的人气程度已堪比艺人等级 拥有舞蹈底子的李多慧 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肚皮舞 还曾在韩国比赛中拿下金牌 而李多慧的父母是其雅虎棒球迷 20岁那年跟着家人一起去球场看棒球 被场上热情的啦啦队吸引后便心动跑去报名 且即便当时报名时间已过他仍然被录取 怎料李多慧的爸爸却反对 还在念大学的他要去参加啦啦队 为此李多慧则保证自己会兼顾学业 李多慧不仅舞蹈的实力惊人 李多慧出众的外貌也时常引发讨论 在社群网站上拥有超过59万粉丝的他 凭着亮丽的外貌曾在2019年参加模特儿比赛获奖 也被受邀担任品牌及杂志的模特儿 此外李多慧还拥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超人气的他曾一度让球队的官方后援会 及姻缘队报有意见 认为他是啦啦队而非艺人 不务正业抢走了球员风采 对此李多慧当时只好选择离开球团来平息风波 自可选择离开球团 continuirens 额 感谢观看